大家好,现在正好是美国的雪季 所以想分享一下我们滑雪和买滑雪装备的小小心得 这是一个大灾问 贝尔比我早一年开始滑雪 他当初学的时候就试了snowboard单板 所以隔年我也就跟着他滑snowboard 可能是因为朋友几乎都是滑单板 单板呢比较难上手 毕竟双脚是固定的 一开始连站起来都会有问题 但可能有人会觉得单板比较帅 双板比较符合直觉 我是没滑过但听说跟溜冰很像 但容易速度过快 比较容易听到很惨的意外 不过滑雪本身就是有危险的运动 听说国外的小孩小时候会从双板开始学 因为比较好上手 长大了习惯滑雪了 有些人就会转单板 所以真的很厉害的人是单双都通这样子 基本上最外面那层就是防水就好 外套最好是防风防水 裤子布丁要专门的雪裤 保暖又防水的就可以了 我也看过有人穿了瑜伽裤就去滑雪 里面的话我一般会穿排汗好的发热衣和发热裤 再穿件好活动的外衣这样子 毕竟滑雪是运动热起来也是会流汗的 不要穿太多阴面很难活动 袜子的话我会建议穿厚的袜子 贝尔的厚袜子只有到脚踝以上一点点 如果特地买那个winter sport用的长袜 就几乎到膝盖 除了保暖之外 毕竟冷起来是从四肢开始冷的 另外就是滑雪前一般都只有整树的吃 脚的大小会如果借在中间的话就会需要大半号 鞋子也很硬 袜子穿厚一点的话比较不会抹脚 再来是手套 要特地买大的后手套 才够保暖 天气很好的话有时候保的手套就够用了 一般的无纸手套就可以了 但真的要保暖的话 Mittance这种连纸的手套会比较保暖 因为表面肌比较小 我是买里面有附可以触控的小手套的 这样 DEMO 先帮我一下就时间了 这样需要用到手的时候呢 就只要这样脱下来 我没有忘记挂起来 就这样脱下来就还是很好活动 手不会暴露在外面 Mittance就这样挂在手上也不会弄丢 冰天雪地的时候真的很冷 所以没事不要把手露在外面 可能也会有人好奇要不要带护具 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傻傻的没准备就去了 然后痛到哭 双板我是不清楚 但是如果是要学单板的话 强烈强烈强烈的建议要带护腕 因为那个单板初学者非常容易跌倒 那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会下意识用手去撑地 所以手腕就会折到 手腕到下手臂的这边紧就会暴痛无比 我是买这种便宜货就比较弱 那厉害一点护腕就是这边会很硬 所以你手在撑垫的时候手腕不会折到 所以就比较不会痛 虽然说还是会痛 那护膝和护屁屁就因人而异 蛮多人膝盖比较脆弱 所以护膝也蛮推荐的 那我是戴这种软的 有点弱但是不无小补 那我会先穿发热裤再套护膝 然后最后再穿雪裤这样子 我没有护屁屁 不过蛮多新手都会准备的 屁股肉比较多所以相较之下可能还好 但是还是非常有机会会 就是摔到痛不欲生这样子 所以就是自行斟酌 滑雪的配备很多 一般学长都可以租 唯一要自己戴的就是护目镜 也是有人会戴一般的太阳眼镜 但是出雪的话 还是戴护目镜比较安全 然后就是板子 bindings and boots 安全帽非必要 但出雪单板 强烈建议还是戴 是真的会撞到头的 第一年滑雪我就只戴Goggles去 然后就发现租帽只要另外加钱 还只有西瓜皮 头和耳朵会很冷 滑雪鞋的品质也参差不齐 有可能会租到绑带的 就比较旧式很难穿 然后也很臭 因为毕竟是租的 所以第二年呢 我就自己买了可以照住耳朵的安全帽 和自己的滑雪鞋 第三年的时候 因为滑雪也渐渐上手了 每年大概都会滑个二到三次 算一算当然是自己买板子比较划算 所以就趁夏天在特价的时候呢 买了整组装备 整组下来的确不便宜 那后面会跟大家公开所有的花费 板子基本上就是买自己喜欢的牌子和花色 然后挑适合自己程度的板子这样子 先讲一下雪票 去滑雪的话就一定要买那个雪场的LIFE Ticket 如果你只待在新手坡的话 有些雪场不用钱 但有些雪场会有另外的收费 雪票就是越早买越便宜 滑越多天也会越划算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滑雪总共要花多少钱 雪票的部分 这次12月我们去Colorado的Keystone Resort 滑了三天 三天的早鸟票是一个人197块 所以每天大概是65块左右 装备的部分价差就比较大 这边分享我们当初买的价格 需要自己买的有手套 五指手套 这边我是买便宜的15块左右 那连指的Mitten我是买Burton的 所以比较贵要75块 护目镜 护目镜长这样子 30块左右 那护腕跟护膝各25块 那其他装备如果是用租的话 以我们去的滑雪场为例 板子加上boots一天是53块 安全帽一天是10块 这样三天下来大概要430到540不等 看你自备多少配备这样子 自己买整组装备的话呢 板子原价大概是380左右 我是特价250块的时候买的 Bundings原价应该是200到300不等 特价132块 男生的板子比较长 所以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但不会差太多 boots原价是240 特价160 安全帽是50块 袋子我是买比较阳春的38块 贝尔买的比较好是立体的 然后还有小袋子75块 增足装备大概是630块左右 所以如果你自己买装备的话 花10天以上就回本了 背话有点多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买的装备如果有找到连结的话 会放在下面给大家参考 那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也只能多少给各位参考一下而已 下一集会是我们去美国滑雪 胜定克罗拉多州的Vlog 小小期待一下就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有人要开始玩了 有人滑完就死在这了